换回焦点 爱尔兰15岁少女诺拉在森美兰州芙蓉班底路的度假村 神秘失踪 搜寻工作 进入第五天 警方连同熟悉山野地貌的原住民组成的搜寻队伍 今早再次深入邻居 并缤纷多路 沿途不断呼喊少女的名字 希望能尽快找到人圆满完成任务 少女洛拉下落不明 进入第六天 包括原警和原住民在内 森州警方今早召集了247人 组成搜寻队 深入附近邻居找人 基于少女有学习障碍问题 警方也向家属录音 作为另一个召唤失踪者的方法 根据关于迹推动焦声师的声音 我们使用链翼 utilization 召唤她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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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她们 召唤她们 召唤她们取得比较 召唤她们 12写生 召唤她们 召唤她们 8写生 召唤她们 警方相信失踪者依然身在林内 但也不排除有犯罪因素 家属饱受精神煎熬 但依然抱着希望 15岁的诺拉 这个月2号与家人来马度假 住住度假村隔天早上 失去踪影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